就是有点儿童话 你说喜欢上一个是什么感觉呀 不知道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感觉 对 太对了 电影里的喜欢都是甜甜蜜蜜的 怎么到我这儿就是苦的呀 尤其是他为了别人伤害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的喜欢特别连接了 是啊 来 莫莉 我们去吃好吃的吧 可以解压 吃什么 我带你去吃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走 走 到了 这是哪儿啊 我家啊 实际上最好吃的东西 当然是妈妈做的菜了 走吧 来 莫莉 多吃一点啊 谢谢阿姨 吃点这个鱼 多吃 多吃 来 多吃一点 吃吃 家欣 你慢点吃嘛 一个女孩子家吃香那么难看 也不怕人家笑话 那莫莉又不是别人对吧 你坐下去啊 妈做的最好吃 莫莉 你要是喜欢啊 你就经常跟嘉欣来家里吃 她爸爸工作特别忙 一年啊 都不回来几天吃 我一个人在家其实挺无聊的 人多吃饭 热闹 我怕你们不方便 没事 方便 爸面得很 他那个老人家 巴不得天天儿女称欢喜下 热闹闹的 阿姨 明明天天挺乱的 你看 还是人家莫莉会说话吧 妈 特别话你都听不出来啊 我养你 我图什么呀你 竟受你气了 别生气呀 吴女士 会加速皱纹产生的 你真 你看你看你看 我这两道皱纹都是被你气的 那我以后不气你 我天天都很笑 我笑也会产生皱纹 笑皱纹怎么了 我宁愿笑得有皱纹 我愿意 妈也不管你这样 干啥皱纹 你都是最美的 我爸都最爱你 这只我们的小嘴 莫莉 赶紧吃吧 不好意思啊 来 吃吃吃 别客气啊 当自己家一样 来来来 谢谢小姨 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 来来来 来 坐啊 莫莉 我跟你说啊 我最近特别喜欢玩一款游戏 给你看看啊 来 吃点水果 妈 你怎么又不敲门啊 来 吃点水果 请见 这回行了吧 我给你点个赞 瞧你 弄大的人 还那么孩子气 你也不怕你家莫莉笑话 那莫莉只会觉得 我女士尊重年轻人 行行行 莫莉 来 吃点水果 好 让你们年轻人聊 我出去了 好 拜拜 谢谢小姨 多吃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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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 你跟阿姨关系真好 还是行吧 我妈这辈子啊 没吃过什么苦 二十出头又嫁给我爸 然后又生了我 前几年我跟她还有共同语言 可是不知道这几年怎么了 可能更年期特别啰嗦 弄死你什么 我睡得晚了 她会每个十分钟跟我说 熬夜容易猝死睡觉去 我要是起得晚了呢 她就说 佳心啊 赶紧起床 她想晒屁股来 我要是吃得少啊 她生怕我会饿死 我要吃多了 就吓唬我会涨标 天气一降落温 她就立刻让我穿秋裤 我买东西了 她就一边数落我乱花钱 一边也往我开里打钱 有妈妈真好 好 简直是一台人形复读剂 你要是喜欢啊 你就经常到我家来 保证你不输三天绝对想逃 嘉欣 你这么觉得 是因为你一直有父母陪着 如果你跟我一样 从小就没有父母 就会觉得 这样是幸福的事了 所以我带你来 是分享幸福的呀 好啦 不说了 你要是不嫌弃我们家吴女士 你就经常到我家来 你享受了家的感觉 吴女士求之不得呢 吃水果 特别好吃 你尝尝 我去当厕所啊 你随便玩 你就当自己家 嘉欣 过来 来 妈问你点事啊 吴女士有何吩咐呀 谁呀她 我朋友啊 我来把咖啡 喝杯啊 你ava吧 我好 也可以 真的要这样吗 对 这儿的情况有点处杂 照我说的去做 他是我格斗馆的教练 比我大两岁 但是像姐姐一样特别照顾我 所以我俩就成了好朋友 这么年轻 就到学院当老师了 那书一定没念多少 就我不知道 可是跟我交朋友什么关系啊 你看看你 你跟人家交朋友之前 你得了解一下 人家家是哪的 父母是做什么的 他自己有没有对象 都能了解一下的呀 妈只是交朋友而已 至于这么调查人家吗 这不是调查 这叫以防万一 你别忘了 你吃过的饭 还没有你吃的盐多 我疼你 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我单纯吗 不 这说明盐值大也多了 还小心得假抗啊 对 这死丫头 妈妈不是也是担心你被骗吗 真是的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骗子呀 你那高中同学王佳佳 她从国外回来了 你知道吧 能不知道吗 天天在朋友圈晒车晒包 真怕别人不知道她回国了 她现在在外企工作了 你有空去找她娃娃去呗 我觉得那个姑娘不错 当然觉得她不错了 你们俩阳阳势力 肯定看互相特别顺眼 邱嘉欣 你怎么跟你妈妈说话呢 你跟这种年纪轻轻 没读多少书 就出来工作的人 有共同的语言吗 人家还不是看你是医生 看病方便 看你家里条件又不错 想占你点便宜 妈 我又不是人民币 每个人都喜欢我 不 就算我是人民币 还有人是金钱如粪土呢 反正我告诉你啊 你不听我的话 后头有你吃亏的 亏 啥味道啊 没吃过 想尝尝 好吃吗 好吃吗 嘉欣 茉莉 阿姨 今天不早了 我得先走了 不多坐一会儿啊 多了 谢谢阿姨 不客气 那路上一个人小心点啊 茉莉 我送你到门口 不客气 你跟这种 年纪轻轻 没读多少书 就出来工作的人 有共同的语言吗 人家还不是看你是医生 看病方便 看你家里条件又不错 想占你点便宜 你妈说得没错 不过我不是来占你便宜的 我是来要你姐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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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情感都是假的 既然你们都看不起我呢 既然你们都看不起我呢 那从此以后 也别怪我绝情 现在来说 我只会相信我自己 你怎么来了 不是开大会吗 不是开大会啊 是我们研发部 美中医的例会 对 你不是变到行政部了吗 可能通知错了吧 去哪儿 坐 大家注意一下啊 今天开会之前 我先宣布一个人事变组 由于我们上一个阶段的 动物实验临近收尾 下一个阶段呢 将转入临床实验 鉴于人手问题 我们临时从行政部 抽掉血下来 就在招呼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 我先来说一下 领长类动物实验的情况 孝蕾 你刚才什么意思啊 可怜我 我不需要 这是公司的决定 小小 我知道你恰恰 最近出了一些状况 如果我能帮她上忙的话 你尽管帮我上 不需要 谢谢 请你不要再关心我了 这只会一次次地提醒我 现在我们已经不合适了 小艾 你别这么说好吗 孙老师 以前我都是考虑我爸爸 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梦醒了我才知道 其实我自己一无是处 可是越是现在这样 你越需要坚强了 那你告诉我 我还有什么优点 值得你们再拉我一把 很多 如果我真的有那么多的优点 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开我 孙老师 谢谢你的好意 没错 我现在很需要 这份工作 所以我一定会努力做好它 但是除此之外 我不会再有任何的想法 晓晓 就当是在给彼此一个机会 让我好好地照顾你好不好 原来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是这么说的 你说认定了就是一辈子 我信了 然后呢 我已经没有任何 我已经没有任何 任何可以再失去的东西了 所以我也不会再奢望什么 内容 然后呢 我因为我没有任何